午安 昨天8月4日是农历7月1日开鬼门 上人开是我们 人间是开心门 一神一鬼 自然是心灵的鬼门 心如果正 那么就是开吉祥月的正心门 而透过小钱行大善 就能创造吉祥 慈祭早期慈善祭平 就是上人利用屋后的竹子 聚成存钱筒 鼓励大家每天存进五毛钱 也可以救人的功德 演变至今 这是慈祭人文之友的存钱筒 上面写着 投入一个善念 就是幸福的开始 也有福慧八宝粥 吃完之后 也能变成罐头存钱筒 上面也有写了两句话 福从做中得欢喜 会从善解得自在 巧的是 英国研究说 每天存一点钱 不管存多少就可以睡得更好 英国追踪的9000人 12年的储蓄情况 结果发现即使是低收入的人 有定期储蓄习惯的 他们所得到的生活满意度 跟不存钱的有钱人 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数字比较 没有存钱的不到一半是对自己生活觉得满意 可是如果每个月存款大约15000元的话 有63%是对生活满意的哦 那么2011年接受调查有一群年轻人 他们定期储蓄10年之后 到了2021年 英国发现他们买房子的比例高达82% 从来没有定期储蓄的人 只有15% 会成为有壳足 台湾的家庭所得有统计 最低所得家庭 一年是存1829元 那么在中间收入的家庭 一年的储蓄大约是9.7万元 以上这些研究团队说 任何人只要定期储蓄 就可以有效提高一个人的生活满意度 那么对于金钱的所谓匮乏 还有焦虑感这些也会减少 当然一个人的睡眠品质就能提高了 所以除了存钱筒之外 还可以利用储蓄工具 像是简讯 或者是设定提醒存钱通知 都可以帮助我们多多储蓄 最简单的是 一天存一块钱 而且每天都比前一天多存一块钱 一年下来我们换算出来 可以存下6万多元哦 这是一天一天增加的概念 可是也可以是每个星期的增加 那么每个星期都比前一个星期多存10元的话 一年下来也可以存下1万多块 如果改成每一个星期多存50元的话 那么一年之后就可以存下6万8千多元台币 研究报告在最后鼓励了大家 不管富裕还是贫穷 养成定期储蓄的习惯 即使是小额的定期储蓄 拒沙成塔 大家都能掌握自己的财务健康 满意生活睡得更香甜 以上就是新一代你看世界 我们把时间镜头交换主播